今天邀請大家來到這裡 是想和大家簡介一宗浪費警力的案件 案件裡面暫時有一名中國籍男子被捕 他姓盧 三十八歲 在較早前的時間 警方就發現被捕人 就在一個網上的社交平台 發佈了一個貼文 貼文的內容大概就是 他在2020年11月21日 晚上時分 在元朗區被一些警務人員 去恐嚇 之後就被無故帶回警署 帶回警署之後 期間被拒絕去面見法律代表 最後他是被無條件釋放的 這個貼文 期後也有個別傳媒 在報章上是報導過的 因為被捕人的指控是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警方是高度重視這次事件 並且投入了一定程度的警力去進行調查 在調查之後 我們發現第一 被捕人在當晚 在元朗區 從來是沒有被任何的警務人員去拘捕 第二 他當晚在元朗區 也都是沒有進入過任何的警署 其後 在昨晚的時間 在警察調查之後 我們警察 公共關係科 同事也都在我們警隊的Facebook那裡 張貼了一個貼文 去澄清這個指控 由於這次被捕人不實的指控 是令到警方浪費了一定程度的警力去作出調查 所以在今天晚上 我們就在被捕人的家裡 將他拘捕 罪名是浪費警力 最後我想趁這個機會 去和各位市民做個呼籲 其實現在在網上 是有不少假消息在散播 市民如果在網上去接收這些資訊的時候 我鼓勵大家 去透過一些官方的渠道 包括政府的網頁 去核實 或者澄清這些消息 第二 就是我們警方 其實適時都會在我們警隊不同的社交平台 去發佈一些 我們經過查證 和知道是正確的訊息 是給市民大眾的 是希望市民大眾 是可以幫大家避免 去給一些假的訊息 是去誤導了 那我今天的簡報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時間 好 現在是會是問題時間 如果有興趣發問的傳媒請你舉手 當我同事給你咪咪的時候 麻煩報出你的報社名稱 我們要再去開始發問 那現在有沒有傳媒想發問 有沒有 準備有沒有 好 陸先生 平光 你好 我平光 我想問問這件案件 有沒有市民打電話去報警 就是報案的 沒有的 這件案件純粹是我們警方 是自己留意到 然後是作出調查的 好 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問題 今天警方法務會到此為止 麻煩各位 好 麻煩各位 好 麻煩各位 好 已經結束了 我們已經發問了 這邊這邊 製作詞面 準備到這邊